市場上有非常非常多主動降噪耳機 但我覺得主... 市場上有非常非常多主動降噪耳機 市場上有非常非常多主動降噪耳機 但我覺得主動降噪耳機最高境界就是你放到耳朵裡 按降噪你可以沉浸在自己的泡泡裡面 完全隔絕所有的噪音 不想要聽到的聲音 這才是最高境界 那你如果想要聽到外面的聲音 知道外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又想要搭配自己的音樂 你應該按通過模式 你需要聽到明確方向到底哪裡發生什麼事情 而不是像這個耳機開降噪 也沒有降到噪 開通過模式前面的人都聽不到他在講什麼 就音質再好 我也只能給這個耳機70分 市場上有非常非常多主動降噪耳機 那我覺得主動降噪耳機最高境界就是你放到耳朵裡 按下降噪 你可以完全隔絕所有的噪音 就沉浸在自己的泡泡 聽自己想要聽的音樂或是內容 那你如果想要聽到外面的聲音的話 又搭配自己的音樂 你應該是可以 市場上有非常非常多主動降噪耳機 我覺得主動降噪耳機最高境界就是你可以按下隔音 市場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主動降噪耳機 我覺得主動降噪耳機最高境界就是你按下隔音 你可以 降噪 市場上有非常非常多主動降噪耳機 市場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主動降噪耳機 那我覺得主動降噪耳機最高境界就是你按下降噪 你可以把所有的聲音隔絕在外面 沉浸在自己的泡泡當中 那你如果想要聽到外面的聲音呢 你也要清楚聽到哪一個方向有什麼聲音發生 然後再搭配自己的音樂 市場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主動降噪耳機 那我覺得主動降噪最高境界就是你放到耳朵按降噪 你可以沉浸在自己的泡泡當中 聽不到完全聽不到外面的噪音 那你如果想要聽到外面的聲音 又搭配自己的音樂 你也要 市場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主動降噪耳機 那我覺得主動降噪耳機最高境界就是你放到耳朵 按下降噪 你可以完全隔絕所有的噪音 沉浸在自己的泡泡當中 那如果你想要聽到外面的聲音的話 你也要清楚聽到你到底是哪一個方向 聽到發生的事情 市場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主動降噪耳機 那我覺得主動降噪耳機最高境界就是你放到耳朵 按下降噪 你可以完全隔絕所有的聲音 這是 市場上有非常非常多主動降噪耳機 那我覺得主動降噪耳機最高境界就是你放到耳朵 按下降噪 你可以完全隔絕所有的噪音 沉浸在自己的泡泡當中 那你如果想要聽自己的音樂 又想要聽到外面的聲音呢 你開通過模式 你也要聽 清楚聽到 市場上有非常非常多主動降噪耳機 那我覺得最 市場上有非常非常多主動降噪耳機 那我覺得最高境界呢 就是你放到耳朵裡按降噪 你可以完全隔絕所有的噪音 沉浸在自己的泡泡當中 那你如果你想要聽音樂 市場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主動降噪耳機 那我覺得最高境界就是你放到耳朵按降噪 你可以完全隔離所有的噪音 那你不想要聽 市場上有非常非常多主動降噪耳機 那我覺得主動降噪耳機最高境界就是你放到耳朵 按下降噪 你可以完全隔絕所有的噪音 那你可以指 Jesus Christ 市場上有非常非常多主動降噪耳機 那我覺得這種 市場上有非常非常多這種主動降噪耳機 那我覺得主動降噪耳機的最高境界就是你按下降噪 你可以完全隔離所有的噪音 沉浸在自己的泡泡當中 那你如果想要聽音樂 又想要聽到外面的聲音 開啟通過模式 你也要清楚聽到 到底是哪一個方向發出來的聲音 這才是降噪耳機的最高境界 那像這一個耳機 開啟降噪 結果又沒有降噪照 開啟通過模式 連我前面的人 我都聽不到他的講什麼 所以音質這一棒 我一直能給這個耳機 70分 好 好啦這就是我們的 OK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快速開箱 還有我們的 OK這就是我們今天的Jobbo Jobbo Jobbo Jobbo